接著是題目 一開始都是比較簡單的觀念的問題 溶液的迅速何者正確 溶液是一種均勻的混合物 糖水是糖加水 溶質加上溶氣 所以呢 第一個跟你講過均勻混合物 外觀可以是固態也可以是液態也可以是氣態 所以A跟B都是錯的 那麼有溶液 水溶液有所謂的水溶液跟非水溶液 那非溶液就沒有水 那我們只是我們叫他們水溶液而已 所以注意的是錯的 所以答案呢 就只有是糖水叫做糖加水 溶液叫做溶質加上溶劑 然後構成的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C 停車站接混誰對 快要抽完了 這邊只要三支切 搞不好還有沒有人的 14號 你選豬喔 請坐 我剛剛看那個15號 剛剛根本沒有15號 容易不見得要無色 然後呢 可以溶解固態液態或氣態 水沒有辦法溶解所有的物質 所以只有豬是對的 18 有一個叫做15號是沒有人的 只剩下一個人叫做 我這裡少一支籤 好像少一支籤 我都用嘴巴直接講 三號 三號 你跟上 你跟上 C嗎 你做 你選的叫做C 牛奶 牛奶那個叫做膠太容易 其他的都是對的 其他都是對的 尤其想說 飽和的濃度是不會再增加 甜度是不會再增加的 OK 就是我們的 有關於溶液的一些 基本概念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 接下來的題目 有10公克加水100克完全溶解 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 直接代工事求重量百分 濃度 然後呢 底下要放的叫做 糖水 叫做糖加水 這裡就是鹽加水 上面要放的是糖 這裡就是叫做鹽 所以呢 下面要放溶液 上面要放溶子 溶液是溶子加上溶劑 要注意的叫做下面應該是100加上10 這還叫做糖加水 叫做糖水 上面要放10 這樣算出來的結果叫做 9.09 所以答案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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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簡單最基本的 所謂的代工事 代工事求 同理 同理 這裡多少 29號 沒有 他本來沒有來 那就表示我們全部都要重抽 因為這裡的籤全部抽完 包括那個沒有人的籤也抽完 7.07 7.07 你坐 為什麼不見 下面要放溶液 上面要放溶子 溶液是溶子加上溶劑 就是糖水叫做糖加水 所以下面要放25加100 上面要放25 然后就是简单的数学 算出来就是20% OK 现在是倒过来问你要加水加多少 意思一样 位置数不一样而已 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请问你要加多少勒 好 来 这个人叫做20分 你跟我说 你选的是A哦 请坐 你选的答案叫做A 一样 下面是要放溶液 糖水是糖加水 刚才的位置数是浓度位置嘛 现在是所谓的水位置嘛 所以呢就加X要这样做 认真的数学算出来 答案就叫做A 认真的算出来 答案叫A 所以呢 答案叫A 这就是最简单的题型叫做 代公式球 重量 百分之浓度 可以吗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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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